《時空行者與佛陀的漫步》 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是柳哲法師 柳哲法師是在Zoom 會跟大家見面 因為他一個人身處於馬來西亞 我們今天的主持是周景培老師 我們可以看看周景培老師的一個介紹 景培老師是一個國立大學藝術史的碩士 他的專長是我們的教歷史和藝術史 他曾經是私人拍賣公司服務過 所以他對藝術品非常有眼光 當然他現在是佛教藝術博物館的助理研究員 幫忙編輯了萬古一燈和很多刊登的專文 嘉賓完了,景培老師 我們就想介紹一下色友哲法師 色友哲法師是台灣佛研佛學研究所的畢業 他在法古山文理學的學徵 也曾經去做印度佛教朝聖旅行 宗教的顧問 所以今天也有關於朝聖旅行 所以我們很榮幸地請到友哲法師 友哲法師出生在馬來西亞 2005年出家 他曾經去過的地方 遍及了很多朝聖的地方 包括敦煌、西藏、尼泊爾 亦都逃跑了西班牙朝聖的活動 去詳情 我想大家都對友哲法師非常認識 希望未來的時間 我們會知道更多友哲法師旅程的 友哲法師已經上了Zoom 而景培也在 我交給我們的主持人 友哲法師早晨 景培早晨 早晨 我交給兩位 今天和大家好好地談一下 你們的佛陀世間之旅 謝謝 好,大家好,早晨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 《雲水一魚女人對談》 第一集 我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 友哲法師 馬來西亞的法師 和我們聊天 人道朝聖之路的這件事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和我們一起 來混沌人道朝聖 一下 好了 OK,好,我是主持人周景培 我想法師好 法師 跟大家先打個招呼 先說聲早安吧 大家好,我是友哲法師 好高興今天 應祇山寺的邀請 來和大家分享 關於佛教朝聖 尤其是印度 我本身對印度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 所以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關於印度 彭一彭佛陀之路 真是我的榮幸 所以今天很榮幸跟大家分享關於印度朝聖 那有什麼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再繼續談 很高興跟大家在雲端上見面 好,我想我們就準備進入我們今天的正題 我想印度對於所有的人來說應該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我想對我來說也是 我沒有去過印度 但是我想對每個佛教徒來說 那都是佛陀曾經生活生長走過的一個地方 對他們來說應該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幻想 那在開始這趟旅程之前 我想請教法師 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一個心態 來去期待這樣子的一次的朝聖之旅呢 我想說去印度的人很多種 我應該用來講普通話 因為廣東話很高 所以我還是用普通話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所認識去印度朝聖的人很多 那每個人抱著的想法不一樣 然後當中不一定是佛教徒 所以我會想建議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印度走 你必須要很清楚說為什麼 那如果你是要朝聖的話 你當然要思索有關於朝聖的部分 什麼叫朝聖 那我朝聖的對象是誰 這一之類的問題 那如果你只不過去拍照打卡 那或許就很簡單 那我對我而言 佛陀是我的老師 所以我是希望去走我老師的一生 去走過他走過的地方 所以印度會讓我意念起 我對我老師的那個情懷 就是佛陀 雖然隔了2500多年 但是透過他的 透過師長們 透過主持大德們流傳的經典 我覺得我跟他還是很靠近的 那我們就繼續我們的課題好不好 好 其實大多數的人應該履行經驗都很豐富 可是對於朝聖這件事情來說 可能大家就蠻陌生的 是不是可以就朝聖這兩個字的意義 可以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呃 旅行大家都很有經驗 就可能定個旅行社 然後或者弄一個自助 然後或者背包 那但朝聖不同 朝聖就是你前往一個聖者的地方 可能是天主教的聖者 可能是耶穌基督 那你朝的對象 其實就是耶穌基督 那如果你是去四大明山的話 那你可能朝的對象是觀音菩薩 普賢菩薩 地藏菩 然後還是其他的聖者 那有些人會去朝聖華聖大使 而印度這個地方 如果你是朝聖 所謂的聖者 就是佛陀和聖地之門 所以去那個地方 它主要就是你心裡去紀念去朝拜 然後去向聖者學習 對我來說 這樣子才叫朝聖 不然就是去逛一逛 看一下風陀明星 然後看一下歷史博物館 然後 要談談歷史文物 對我來說 這些還是跟聖者有點距離 當然它是選擇之一 然後它也是必備的選項之一 因為它是歷史古籍的地方 對吧 所以你去那邊 一定會告訴你歷史文物 但你更重要的 不只是歷史文物 而是跟聖者更加接近 這才是朝聖 然後 但我們的聖者是誰 那我們現在來談談 我很常提醒我自己 或者提醒 那一個去朝聖的佛教徒 我說 佛陀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心裡面的佛陀 到底你心裡面的佛陀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每個人心中的佛陀都不一樣 像我們這個PPT上可以看到的 其中一個是我們中國式的這個長相的佛像 這是慈善寺收藏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眼是偏圓潤的 然後象征著圓滿 我們華人非常喜歡圓滿的一個像 所以它的臉偏圓潤 然後整個慈眉善目的樣子 然後再看它的衣裳是貼著這個衣服的 貼著這個身體的 就像天衣附體 非常輕薄 而這一種模式就是一個刻畫者 他對佛像的投射 他心裡面的佛像 就是這樣端莊 莊圓樹木的 但回到我們 隔壁這一張 這一個泰國的佛像 我們則可以看到另外一種模式 它上面欠缺了一個就是火焰 泰國佛像會有一個火焰的 然後它的耳朵的那個耳垂很長 然後另外你看它的眉毛畫下來 到它的整個嘴形 整個身體乃至穿的服裝 這完全又是另外一種形象的一個 雕塑或者倒魔 所以每一個佛像都有這些藝術家 或者雕塑佛像的這些作家們 他們心裡對佛陀的認知 然後投射 那我們沒有做佛像 但我們學佛那麼久 或者我剛接觸佛法 你心裡面的佛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是有一個形象的嗎 還是沒有一個形象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需要去弄清楚的 因為如果沒有弄清楚的話 就很像大家眼前這兩張 我們先談談那個有頭髮 然後畫像的那一張 這個在馬來西亞的這個術食館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那他上面就講說 這是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佛陀像 但是其實啊 如果你上網去Google一下 你就會知道說 大英博物館根本就沒有這尊像 而這尊像傳說是日本的一個外教 然後他想把他的教主的身份塑膏起來 所以就引用了他教主的樣子 塑造 塑造了他要神化 所以他就講 這是佛陀的姨母 還是他的寶母 看了佛陀的樣子 然後開始流傳 然後大家就開始跟著這個 敘述下來 然後很多人就信以為稱 然後就乃至我還有看到佛教徒 去轉發 他說只要你轉發 你就有無量的功德 然後就一堆佛教徒轉發 那所以我心裡就問了 原來他心裡面的佛陀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中間這一尊 那這一尊其實也不是佛像 這是奇那教的大雄像 大家可以看到 他跟佛陀一樣 有三十二像 然後頭上也是有肉跡 然後他整個身像端莊 做的時候盤腿棒掌 但他唯一特殊的是兩件事情 第一他胸前有一個火 第二他沒有穿衣服 如果是佛陀像的話 他一定會身披袈裟 斜的也好 父全身的也好 他會有袈裟 但這一尊是沒有袈裟的 所以 如果你認為三十二像就是佛陀的話 那也會落入一個陷阱 我不知道大家對金剛精有沒有印象 金剛精有一句話 我跳一個PPT我們來看 金剛精有一句話 他說 若以色見我 以陰身求我 四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 如果你希望從一個三十二像 或者某一種特定的這個相貌 色相 來希望見到這個佛陀 希望見到這個覺悟者的話 那或者你以種種的陰身說 佛陀啊 你顯現給我看 法陀來欣領 讓我抬頭來 讓我 這樣的人其實是走在歪的道路上 這樣的人是沒有辦法見到真正的佛陀 真正的覺悟者 所以對我來說 今天我去朝聖前 我每次去朝聖前 我就會做功課 重新問我自己說 我認知的佛教經典裡面 佛陀的意義是什麼樣子的 佛陀的口說了哪一些話 佛陀的身形做了哪一些事 我會重新回到經典上去找尋 經典描述的佛陀 然後再回到我心裡上 找到那個覺悟者 所以 佛陀 佛陀 這個字 佛陀 他不是神的意思 不是我們拿香 在那邊 佛陀佛陀 菩薩菩薩 阿山那山那 不是 雖然我們可以做這個動作 同樣我們可以講這句話 但我們心裡要知道 他是一個覺悟者 今天我們點香 叫佛陀 是希望我們也能學習他 從煩惱中解脫出來 希望我們每個人也能學習他 走向覺悟 所以佛陀 佛陀 這個意思是覺悟者 但我們華人太常拜神了 所以我們拿起香 第一個想法就是 阿佛陀 保佑 而不是佛陀 請讓我在我的人生道路上 從煩惱解脫出來 所以對我來說 朝聖 朝佛陀的聖地 首先我們要知道 希達多太子這個人 然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 佛陀是提醒我們覺悟 覺悟者的意思 所以我每次走在朝聖路 因為我在做宗教顧問嘛 所以我會提醒那些團隊們說 佛教聖地 佛像不多 但遺址很多 而且很多遺址可能是新的磚瓦 構成的 你可能會講說 請問這多少年 是不是2500多年 還是不是阿裕王時代 或者幾多王朝時代 我們總會有這種想法 然後想要去認知 但其實到最後 他很可能是新燒好的磚塊 再去切成的 所以身為一個佛教聖地的引導者 然後還有一些我認識的團隊們 我都會跟他們講說 我們要提醒自己和提醒大家 在這廢墟的遺址中 我們要跟佛陀相遇 但怎麼跟佛陀相遇 我們究竟在這裡探尋著什麼 這個我們要找到答案 所以我總希望在這條道路上 或者今天 我們這一場分享上面 我成為大家一個助力 讓大家能看到佛陀 還有看到佛陀在聖地上 給我們的啟示 那以後大家有機會到印度朝聖的時候 不需要我 你自己心裡就可以跟佛陀產生連結 我想那我這邊再總結一下 我想前面法師給了我們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提醒 那朝聖這樣的一個路線 其實不只是跟一般旅行不太一樣 不是說只有我們眼睛看到的 不是只有我們在走這條路 還有透過心要去跟這個地方 要去做感應 那我想接下來就請大家準備好 大家的心情跟情緒 那我們一起去走這條朝聖之路 那究竟在這個佛陀的聖地 要透過什麼樣的一些活動或是修持呢 能夠去更貼近佛陀的心 我想這段再請法師再繼續跟我們做分享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個朝聖巡禮路線 那基本上旅行社或者寺廟或者你怎麼安排 他一定是先飛到德里 如果你是要走八大聖地 他一定是飛到德里 那德里抵達德里過後呢 就有兩個方式 一就是從一走到八 二就是從八走到一 然後會再回德里然後再飛走 所以兩種的模式都不太一樣 那大家在圖裡面可以看到 藍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就是佛陀的四大聖地 四大聖地其實就是佛陀的經典裡面 在阿含經裡面 這個阿難尊者就跟佛陀說 佛陀啊佛陀 你要涅槃了 那以後我們怎麼辦 沒有你我們以後怎麼辦 那佛陀說 弟子啊不要難過 你要想我的話請到這四個地方 所以佛陀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他就已經想好了 你要想我 那你去這四個地方想我 那四個地方呢 就是佛陀誕生的地方 在蘭比尼 那佛陀成道的地方 菩提加耶 菩提加耶 那佛陀說法的地方 陸也圓 撒那 和佛陀 這個 涅槃的地方 Kushinaga 那為了 推廣去這四個地方 佛陀真的是很善巧 他說只要你去這四個地方 你在那個四個地方 你好好的意念 你往生過後 你就可以生田 但是如果你成道的話 你不會生田 你已經成道了 所以我覺得佛陀在promote 做一個promotion 說大家有機會請過來 那過來這裡的時候 只要你能在這條路上意念 那你就能生天或者 你得到的好處 就是生天或者成道 那為什麼去這裡會 生天或者成道 是因為我們在每個地方 會對佛陀的教法更加了解 我們在每個地方 會更加的跟覺悟貼近 而從煩惱解脫 因為從煩惱 越來越少的關係 所以我們自然就有生天的機會 這是藍色的四大 那大家看到的這個 褐色的四個呢 靈鳩山其實就是那個 王色城 王色城有竹林金色 有靈鳩山有七月窟 這是竹林金色 是佛陀的第一個金色 所以他這四個叫做 佛陀的四大說法地 靈鳩山和竹林金色算是一個 叫王色城說法地 那彼色里是其中一個 那彼色里就是女眾出家的地方 佛陀的姨母從 大家可以看哦 從蘭比尼那邊附近 一直走到彼色里 就為了祈求出家這件事情 那佛陀在那裡說了很多經典 度女眾出家 然後乃至芒果女的故事啊 然後猴子泄密啊 那像我們北傳所盛行的 藥師經 維摩截經也是那一邊說法地 然後那一邊也是佛陀最後三個月 非常感人的地方 那色衛國是奇數級孤獨元 大家念阿彌陀經 念金剛經 都會念到的一個說法地 這個色衛國 然後聖茄師是佛陀從天上下來的地方 是非常遠的 一般上很多朝聖很可能 就色衛國直接去阿格拉 然後去德里 因為要進入聖茄師需要一小段路 那不只一小段 要幾個小時的路 然後進去看一個小山丘 然後就離開 所以很多不希望拉車拉 差不多四個小時 所以就直接色衛國直接到阿格拉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的談的這個部分 還是在四大聖地 從陸野院 佛提蓋亞 居士納羅到南平寧院 好我想法師這邊介紹了 其實路線上面有非常不同的一些走法 包括像是八大聖地 四大聖地 或者是順時針順著走 還有逆時針的走法對不對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不會我們在走這條朝聖之路的時候 心情上面也會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順利都走過 我覺得不太一樣 主要不太一樣的原因是 我賦予的定義 因為我在走的時候 我會自己賦予這條路線 這樣子走 到最後我要用什麼來conclude 我要怎麼做結尾 所以最早期我朝聖的時候 我非常天真的跟旅行社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從佛陀誕生 找到佛陀成道 然後佛陀出專法輪 然後佛陀說法的地方 然後才到居士納羅 然後他把地圖一彈開給我 我看的時候我就說 Oh my God 不是Oh my Buddha 那沒有辦法 因為 他的路線是非常 就是 東西南北 然後跳亂的 跳躍式的 所以 他們 旅行社和一些 朝聖規劃的這些團體 很早以前就定了這樣子走 但我自己賦予的定義 如果是從陸野院開始的話 我就說 這是我們贏佛的第一站 我們來到印度 我們一開始 我們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贏佛 我們來這裡贏佛 而最後的生前師的時候 就是佛陀告訴我們 我要走了 沒有 我來了 然後你來迎接的是我的色身 還是迎接我的法身 各位弟子 朝聖完了 不要再希求我的色身 帶著我的法身 離開吧 以我的法身 滋養你的法身 讓我們一起在我們的 這個 达玛波底上面 就是不是我們的形象 而是在我們的法上面 更用功 所以 如果是這樣走的話 總結是在法上面 更用功 然後再追求佛陀的色相 但如果生前師這樣子的時候 就是一樣的 我們來迎佛 為什麼佛陀從天上下來 我來迎佛 然後走到最後 這個陸野院的時候 佛陀說 我已經轉好法輪了 那你拿到這個轉好的法輪 反觀你自己的世聖地 看看你的苦 苦 急 滅 道 然後回去吧 回去 回到你的生活裡面 把這個苦 急 滅 道 好好的去運用 所以不管哪一個 我都自己 赋予了它的定義 然後讓我自己有一個更好的 conclude 然後自己更加的 圓滿 我自己認為的圓滿 那這樣聽下來 其實我們在聖地 其實應該會有 不同的修持 或是活動 來去更貼近佛陀的心 是這樣子哪怕是 很多人都會有修持 然後很多人都有活動 那我們先來談談普遍上 所看到的 一般上我們去到的時候 很多菩薩們 一下車來到佛陀聖地 佛教徒不太會打卡 他們第一件事情 就想拿香拿蠟燭 然後開始點香點蠟燭 然後供燈 然後祈求佛陀加倍 然後祈求光明 然後開始做功課 送金 然後静坐等等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張PPT上面可以有 最常大家做的事情有 拜佛 點燈 送金繞塔 那中等有些人會做的 就是静坐和禅修了 但對我來說 這兩件事情 基本上都是你可以在家做的 為什麼你來到這裡 你還同樣做這件事情呢? 第一我不是說這些事情不能做 但只是你有沒有清楚知道 為什麼你在聖地做這些事情 那我個人會給大家建議的是 透過這樣的事情去意念佛陀的教會 透過這樣的事情去意念佛陀的教法 所以同樣的在點燈我燃這個香的時候 我意念起佛陀每次說法前 大家會點香 讓整個附近是清淨的 乃至從經文上 還有墨香、圖香、燒香 清淨坦承 那我為什麼繞塔? 因為塔象征佛陀 大家每次見到佛陀的時候 帝子跟佛陀見面的時候 就會繞佛陀三圈 頂禮佛陀 但頂禮佛陀過後 他們就希望佛陀開示 希望佛陀講多一點東西給他們聽 所以他們就會端坐在佛陀旁邊 然後懇請佛陀開示 但是懇請佛陀開示之前 我們一定要把身心安頓好 所以禁坐禪修肯定不是問題 但問題是 當你禁坐禪修的時候 我們對佛陀的故事太了解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佛陀在這裡初轉法輪 你不用跟我講 我知道佛陀在這裡初轉法輪 那我也知道佛陀在這裡講四聖地 對,大家都知道 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的意念佛陀太簡短了 所以我自己怎樣呢 我每次去的時候 我就會去找不同的經典 每一次我就拿新的經典 然後關於佛陀的故事 關於佛陀所說的法 然後我就印好 然後我就去聖地 然後去聖地的時候 我跟大家一樣 都會把下面的坐坐坐 坐到最上面的時候 我會有我自己的意識感 我就會播著音樂 然後隨著音樂 我開始 慢慢地讀那個文 慢慢地是從 如是我文 一時 活在波羅奈 入演院 為比丘說 什麼什麼什麼 我就會慢慢地去 讀完過後 我就會合起來 然後我就會把我的眼睛闭上 然後去重新地 恢復對這一段經文的意念 然後我心裡就會開始 出現佛陀在我面前 然後好像告訴我 把剛才的經文 重新說一遍 然後我就是跪求 在那一邊其中的一個地址 來去想 啊 這就是佛陀 在我面前說的話 所以 我自己就很像 這一個 另外一個三角的 這個部分 我會同佛陀的故事 和佛陀的經文 找到佛陀要表達的 一個啟示 然後從這個啟示當中 我再回思到 我生活 我的身口意的點點滴滴 是不是更貼近佛陀 是不是 能 在整個過程當中 不只是聖地 而是跟我的生命 真正的重新再開啟 開啟覺悟的那個button 那個按鈴 讓我更加貼近佛陀 這個覺悟的內容 我想法師這邊談了 很多不同的方式 來在聖地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這邊想再提醒一下 所有的觀眾朋友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歡迎在聊天室裡面 跟我們互動 我們隨時如果有看到的話 也會同步跟法師做個發問 那我這邊再多問一個問題 那這些法師剛剛所介紹 在聖地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對於一般不是佛教徒的朋友們來說 是不是也可以同樣來施作呢 我自己做過旅行社的這個顧問嘛 那他們有不是佛教徒的團 那乃至我自己也帶過 比如我帶過一對夫婦 那他們是剛結婚的 然後他們來這裡是為了度蜜月 那他們本來是要去布丹 布丹定不到了 所以還去定這個印度朝聖度蜜月 上福是佛教徒 太太不是佛教徒 但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雖然很辛苦 對他們來說是很辛苦的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來朝聖 我們內心就會對佛陀信仰 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們願意四點多 五點就起來 然後就開車 然後我們多長的路途 我們內心都覺得 啊我跟佛陀在一起 好殊勝 那他們就覺得 哦怎麼 四點多就要起床 他們內心會掙扎的 但如果你的方法是很貼近他們 然後讓他們更知道說 哎這一個人他在談的是你內心深處 就算你不是佛教徒 你也可以運用的時候 那他就會開始更貼近 所以我有帶過啊 啊亞馬遜信仰亞馬遜的 那些非佛教團體的人 然後我有帶過他 他們說他們是通靈的 然後宇宙會跟他們說話的 然後有帶過啊神教的 那他可能到聖地 突然間他會啟蕩的 然後也帶過完全沒有信仰的人 但因為我帶的模式就是 讓大家一起靜下來 在音樂的背景下 然後我們去回憶起佛陀做的事情 說的法 那就算他不是佛教徒 他反而就有信權 哎法師我對佛陀完全不認識 你是不是可以再告訴我多一點 在這裡佛陀做了些什麼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 今天你就算不是佛教徒 那你就嘗試去走一條 曾經有一個2500年到現在都很出名的人 他有一條心靈的道路 他有一條心靈的道路 我們叫做 spiritual的道路 spiritual way 那我們去談 怎麼在精神層面上 在心靈層面上更提升 那如果是佛教徒的話 那談的東西就可以更多 因為佛教名向 我們就可以更深入 但對於這些非佛教徒 就要更淺出 非常非常的淺出 好 那我想我們接下來就繼續再請法師 從佛陀的四大身地做簡單的介紹 那第一站的話應該是從陸也院開始吧 那法師是如何在陸也院正式拉開這場朝聖的序幕呢 我個人去陸也院的時候 我一定不去聖地 我先不去聖地 大家很奇怪 我們既然到陸也院了 我們不是應該先去聖地嗎 但我不做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佛教徒還是非佛教徒 我們總希望我們有一個像 我們總會對像比較容易接受 所以當有一尊像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我們比較容易跟它產生那個connecting 產生連結 但是今天我如果去聖地 看的鑽鑽瓦瓦 看這一片土地的時候 那你內心如果不夠安定的時候 你的像不會出現 所以呢 我第一站一定會先帶到這一個陸也院博物館 去看這一尊佛陀的塑像 這是在陸也院博物館的佛陀出轉法輪的圣像 那每次進到去的時候 當導遊們說完過後 我就會帶大眾到這個陸也院的這個出轉法輪像前面頂离佛陀 我每次在帶領的時候 我會讓大家一起深呼吸 然後把身心安頓過後 我們以南傳的頂禮方式來接佛祖 那更貼近當時候的人 總要把頭把手放在佛陀的腳上面 來迎接佛陀的來臨 所以大家在頂禮的時候很誠心 然後頂禮完三拜 我就會說 佛陀 我們2500年後的弟子回來了 回來到你出生 成到轉法輪 滅白的地方 我們來依念你 來探望你 那我遇過80歲的老人家 他本身在佛教裡面 就是誠誠佛佛 他說他是誠誠佛佛的 然後在那一天 我們一頂禮完 然後他內心也是跟佛陀說 佛陀我回來了 他一講完這句話 他的眼淚就流個不停了 他說師父 我一個80歲的男生 我竟然這一輩子 竟然在佛陀前面哭了 你真的很厲害 那我說不是我厲害 是你心裡 就曾經跟佛陀產生連結 然後因為在你的生命裡 你把佛陀所教導的東西 一直奉行著 因此你回到這裡 你看到你的老師的時候 你終於把你心裡 想要跟老師說的話 一次過宣洩出來你的情緒 所以他在那一邊 眼淚就流下來了 所以我總會帶大家到 這個出傳法輪像去看佛陀 然後我總覺得這一尊非常漂亮 我們不論他的藝術造型 不論他的年份 在他那個博物館的燈光打下 在我們身心安頓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跟佛陀更加貼近 尤其是我們跪在佛陀的前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感受到佛陀的那個慈默 凝望著我們 然後告訴我們說 放心我在這裡等你們 然後你們記得來這裡 要解開你們的心結 要在法上面更加用功 我會感受到佛陀就是這樣子凝望著我 然後這尊像雖然他的鼻子有點缺失 但如果你的心 在那一刻跟佛陀是在一起的 在那個燈光的陰影下 然後在我們內心投射下 那個缺失的鼻子 其實就會補回去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尊佛像是非常相好莊嚴 非常圓滿的 那旁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雜阿漢經 這個是佛陀在聖地說的一部經典 就是這個初轉法輪經 所以這是其中一部 我會不論我去幾次都會帶在身邊的 因為就是在這個初轉法輪 意念佛陀主轉 初轉的這個經典 那我們 我每次我去完過 我就會帶大家來到五筆球晶波堂 然後我就會讓大家洗地而坐 坐在大地上的時候 一樣的在音樂的陪伴下 然後調整呼吸 然後因為我本身是希望 更讓所有朝聖者的身心是 跟我是沒有障礙的 所以我們是用那導覽器 直接 然後讓他們聽得到的 那這樣子的 所以不管你坐在哪裡 乃至你不想聽我說 你都可以有著自己的空間 然後我們坐在這裡的時候 我內心不管有沒有人 我內心都會覺得 這是佛陀曾經做過的地方 這是吳比丘當時做過的地方 那五位 我會不會是像他們一樣 顽劣地坐在這裡 然後一直認為說 那個背叛者 跟我們一起修行 然後過後就墮落 然後我會不會想著說 他走過來了 我不要理他 2500年前 佛陀從菩提加耶成道過後 走了250公里 來到了這個地方 而那五個人 或許跟我一樣頑固 然後看到那個人走來的時候 就講說 我們不要理他 但是 就在這一刻 我覺得覺悟者 不太一樣 他總會吸引著我們去看看他 然後更親近他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一片大地 我會看到佛陀從遠方走過來 然後我心裡會很欣喜的 從心裡去迎接佛陀 迎接佛陀 他準備要為我第一次說法 迎接佛陀他成道過後 他想著我 他想著我 然後要點心我 所以在這裡 坐在這片大地上 同樣的空氣 同樣的一個氛圍 我在那邊迎我 迎接佛陀的到來 所以我的模式是 這樣子去讓我的心裡 穿越了時間 在同一個空間 我彷彿佛陀就在我面前說 我來度你囉 然後我就說 佛陀 那你開始為我 告訴我說 為什麼你放棄了苦行 但是你卻能成道 你能不能告訴我說 你的秘訣 你的方法是什麼 那佛陀就跟我說 好啊 那我們去散個步 所以他們散步就會散到這個陸野院來 就在旁邊 那散步到陸野院的時候 佛陀就第一次為大家說法 那我就會坐在那一邊 點香 然後繞塔 繞那個我們可以看到的 遠處的這個初轉法輪經驗塔 繞三圈 然後頂禮塔 就像頂禮佛陀一樣 然後我就會坐下來 好好的念這個初轉法輪經驗 然後透過經文 我開始去思維 佛陀說 霸苦 到底這霸苦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有沒有哪一些大苦 然後去思維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我擁有這些苦 然後思維 我是不是已經正在消滅這些煩惱了 然後我是不是每一天都在用功的去實踐佛陀的教法 然後再讓我們的煩惱減低 所以這就是初轉法輪經驗塔 在這片大地上 我總會坐到傍晚的時候 太陽下山 黃色的陽光照片在這個大地上 跟所有的佛塔回應著 然後我會依依不捨的重新看回這個初轉法輪塔 然後跟佛陀說再見 然後離開 所以我很喜歡鹿野院是因為這裡很大 所以大家都有空間 你不會有擠滿的一刻 然後有可以看鹿 然後可以去繞一個佛陀瑟利塔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的一個 大家應該分不清 我也沒有辦法指給大家看 這裡有一個是這個 鼠標的這一邊 這一個是佛陀瑟利塔 那很遺憾的是 那邊附近的人不知道那是佛陀瑟利塔 大家就覺得有磚塊 我拿回家竊我家的房子 所以這裡的塔的磚塊 就被取回家 取得越來越少的時候 最後發現一個寶俠 那寶俠裡面大家一打開 怎麼都是骨灰 那當時候的那個 這裡的人 他們就把骨灰倒到橫河去 這裡臨橫河很近 然後就倒到橫河去 然後他們就把那個寶俠就收藏起來 那在後期的研究者 就開始來找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問這寶俠裡面的東西去了哪裡 那當地的人就說 哦 倒到橫河去了 所以佛陀的瑟利就在橫河裡面 也很多人就去挖金剛沙 或許大家就是在想說 是不是佛陀的設立 在這條橫河裡面 然後因為跟橫河沙混在一起 有著佛陀的加持 所以我去裝一點回去 然後希望得到這個加持 所以陸野院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 有著很大的空間 讓我漫步 讓我從傍晚待到太陽下山 然後讓我在這裡 音樂讀和意念佛陀說的 初轉法輪是聖地